女朋友啊 不送 女朋友啊 不送 你会给女生送包包吗 如果谈恋爱的话 那首先要先谈恋爱吧 那以前谈恋爱的人会送吗 以前 那女朋友如果她生病了 我会送我妈的包 如果女朋友生病了 你是会说你要多喝水 还是说我给你送包包 我觉得送包比较软硬 送包比较软硬对不对 我觉得送包包几买病的 然后如果女朋友很爱买包 我就是一直疯狂买包 你可以接受吗 拿你的卡 好的 OK 感觉有点勉强 给你买东西啊 买到经家荡产 我都不后悔 现在她有开心闻 一个男子为了给她女朋友 买条项链 把肾都挖出来买了 跟她比啊 我还算明智了 这至少在我丑说范围之内 你跟她比 她那是神经病啊 谁还没有个年少轻狂的时候 对吧 工作啊 工作结束了呢 是不是啊 工作结束 没有什么特别的约会啥的呢 没有啊 最近因为在拍戏嘛 然后在剧场里面 那你之前有过过七夕这种节日吗 肯定有 没有 有 真的 我对这种节日特别不感冒 特别不感冒 所以你不是一个那种爱在节目搞浪漫的那种人吗 我其实没有 我要 增进一下这种浪漫的感觉 我没有这种浪漫的气候 那 那比如送礼呢 七夕你觉得送什么花 七夕送花 送花 送包 对 七夕要送花 要送包 先送花就送包 先送包就送包 还是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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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我们的这个 送包 你感觉你要 感觉今年要送很多包 那如果 如果他说不行 他说你今天必须得在我和工作当中选一个 嗯 你该你要怎么办 事业型还是 爱情比较重要 先工作完吧 还是要先工作完 先工作完 要知道 你有听到 你的声音 有点 1 有点 3 9 5 8